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疑问的 天父定义我们要从大魏及其后裔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活泼地彰显出来 所以大魏劝告信徒敬畏神时吩咐他们要以嘴亲子 这与福音书所说的相对应 不敬畏子的就是不敬畏差子来的父 因此 虽然以色列国度因十个支派的背叛而分裂 但神与大魏和其后裔所立的约依然坚立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 要因我仆人大魏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 神接二连三重复这应许清楚表明 我必使大魏后裔受患难 但不至于永远 不久又说 耶和华他的神因大魏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 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 监立耶路撒冷 后来在国家兵于灭亡边缘之时又说 耶和华因他仆人大魏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 照他所应许大魏的话 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 综上所述 其他人都被略过 唯独大魏被拣选是神喜悦的 正如经上说 他离弃弑罗的帐幕 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以法连之派 却拣选犹大之派 他所喜爱的西安山 又拣选他的仆人大魏 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总而言之 大魏预表基督 基督是神所拣选所喜悦的 神喜悦选利基督来保守他的教会 教会的稳妥平安 是完全依赖其元首基督